但现在在此同时 大家关注在美国的国会 倒是有一个法案 大家关心是台湾政策法案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是在14号即将要审查 那这个法案已经两度严审了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过去曾说这个是 台湾关系法1979年生效以来 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一个修订 当然它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到底内容里面的哪一条 是美国白宫现在感到担心的呢 因为美国白宫的国安顾问 Jake Sullivan他说 要跟国会议员先来讨论一下 因为部分条文令人担心 那谁担心那讲白了 当然就是拜登在担心嘛 可是拜登到底又是在担心什么呢 根据美国的媒体彭博社报导 说担心这个法案会抵触战略 模糊的政策 那么拜登政府是要维持对台支持 又尝试要压制国会的对中的鹰派 好先请教一下赖老师好了 拜登到底是真的担心吗 他担心的又是哪一个部分的内容 还是说其实他是在跟 国会的这个部门在力图切割呢 你怎么看 我觉得目前来说 因为美国认为他们的对台的战略 或是对中国大陆的战略模糊 是有效的抑制了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 也就是说还没有到跟大陆摊牌 那没有跟大陆摊牌的话 如果说假设我们这样看 美国跟大陆摊牌了 我就是清晰战略了 那我就是承认台湾 那中国大陆一定要有反应嘛 中国大陆的反应一定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跟美国那就断交 那第二个那就是武力来解决台湾的问题了 所以战略清晰所有的这个战略家 或是政策一定者都知道 那是一个红线你不能碰 那战略清晰是怎么样来 那就是台湾的地位的问题 所以你的招牌要换名称要换 那对大陆来讲的话 那你已经碰到最敏感的实质上的问题了 也就是不管你要玩两个中国 或是一中一台那这个时候 我大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跟你在谈的了 也不用顾虑什么了 也不用顾虑了 那这个时候中美该处理该处理 一定要处理 所以这个他们对于这个部分 比方说台北金文化代表处 改为台湾代表处 还有赋予台湾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地位 这些都是让哈利担心的嘛 对这个就是苏立文有特别提到这几个部分 就是说你这几个条文我做不到嘛 你这个非北约盟友 那等于是还是军事盟友啊 只是我们没有签订国与国之间的军事盟友的关系 但事实上你这个法律等于是片面的 把台湾纳入他的军事盟友 那等于是军事协防条约 或是说相互保证这个军事资源条约 那这样的一个地位出来的时候 苏立文士任务说我做不到啊 那我做不到 那我要不就叫拜登不要签 那如果说拜登签了呢 那签了不做 但是大陆会怎么解读 那你如果不签 那你美国的总统跟国会之间 那不是就干起来了 那要不就拜登就采用带中火节 就放在口袋里面放着不签 然后等你会期过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拜登来讲 他们知道他们这个次玩得过火了 所以他知道他也劝不动共和党的人 他只能劝民主党的 可是民主党的议员如果不甩他的话 那大陆会解读就是你们在唱双簧 那我如果没有反应的话 那我不是你们给你们玩的 那这样的情形对大陆来讲 台湾的问题一定是很快的又排到 这个例如说假如是我们办公桌 要签很多公文 那本来已经没有在办公桌上 现在已经办上来了 现在办公桌里面已经从底下 开始往上排了 那哪一天排到第一张呢 排到第一个公文要马上签了 那不是就是直接解决了 那我们怎么办 现在的情形是我们台湾人怎么办 被美国人玩掉 玩到两边开火了 这个就好像当初俄国跟乌克兰一样 当时我们台湾的留学生也说 不会打啦 那时候我们台湾很多记者不是跑去问 留学生说不会打啦 没有要打的样子啦 结果讲完没错就打啦 那现在呢 其实这个中国大陆的官员讲什么话 那美国媒体也是高度的关注着 那是不是真的也在预告的说 可能不排除哪一天 这个中国大陆会有采取它的行动 而且是所谓的军事的行动 中国驻澳洲大使孝谦他在接受澳洲的媒体 ABC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 主持人就问他说中国是否可能发动全面军事行动 入侵台湾寻求统一 而那么他呢当然他有针对这个 所谓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所以他认为不能够视为入侵 不过他也说了 他说中国主张和平统一 但并不排除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统一 结果呢美国媒体新闻周刊 Newsweek呢就说到 说你看中国大陆在暗示有自己的台湾的特殊军事行动 一听到特殊军事行动 马上就会想到俄罗斯的普丁啊 赖老师 俄国对乌克兰他不认为他是战争 也不认为是入侵 他只说这是特别的军事行动 两岸之间坦白说 以严格的界定来说 到现在还是内战的延伸 只是内战到目前为止没有开火 因为前段时间很早很早以前有开火 金门炮战就是嘛 那八二三炮战也是嘛 后来单打双不打也是嘛 然后到邓小平跟蒋经国的时候 就全面停火了嘛 但是并没有签协议 两方没有签协议 所以在国际的认知里面 两岸之间还是在内战 那既然是内战就是两个 两岸同属于一个国家 那谁代表这个国家 北京说他嘛 那台北也说我们嘛 那问题在联合国里面他承认北京 那联合国也在会员国 十几个承认台北 但是大部分的尤其是大国都承认北京 所以台湾就在大国里面 在美国日本等大国中 你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你是一个团体 他们叫做自治团体 你也可以称为武装团体 那就是两岸之间还可以开火 那这一次的大陆公布的这个对台的政策里面 就讲得很明白 白皮书 对白皮书里面讲得很明白 就是用和平的方法来统一 对 这是大方向 但是一直不会承诺 说放弃使用武力 他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那我觉得这位大使只是重申 他们的这个对台政策白皮书 我觉得只是重申而已 但是你看美国的敏感媒体 马上就说 这是不是台湾的特别军事行动 事实上两岸的内战还在进行 只是因为两边没有签和平建议 这就是为什么前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不管是连战也好 红袖柱也好 都一直主张说 两岸是不是要签和平协议 那目前来讲 民进党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签 你不签不签和平协议 事实上内战还在进行中 是啦 而且陈如你刚刚讲的白皮书 它这里面就有写到嘛 就是说非和平方式 来解决台湾两个问题 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但是他有讲到可以用非和平方式 那所以呢 白皮书也许外媒没看到 所以就这个 这个大陆的驻澳洲大使 就再讲一遍给你听 就是告诉你说 其实呢就是不能够排除 可能用非和平的方式来进行统一啦 海黄鲍鱼干贝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输入我的推荐带把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